這個要幹什麼 這個 先按鍋裡看 小朋友手持大字牌 要跟韓市長陳晴 別看他們年紀小 受訪很有家事 不要心跳 不好玩是不是 對 不行不好玩 因為太小了 而且又不要玩 而且很好玩 有可能都會崩掉 市政貝巡好像大人吵架 小朋友看了超新奇 宛如另類校外教學 一旁還有死中韓粉 帶著韓國瑜的書 穿韓國瑜的衣服 以及系上S腰帶 坐在旁聽習說要來給市長打氣 第一刷 上班就是穿槍 就是抓在裡面 因為門口也有韓粉想簽書 還是跋涉千里 從馬來西亞搭飛機來高雄玩 我看電視看中間 然後知道市長在市議會被質詢 然後過來跟他打氣 加油 而韓粉看了上午韓國瑜被詢 事後為他教區 戳氣球秀 那是在教幼稚園的小朋友認單字嗎 他那個議員是誰 那韓市長已經拜託他說 請他講慢一點 也沒有說要求他講國語 就是要求他講慢一點 對啊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不尊重 我們就覺得 那乾脆市長你用英語回答他好了 韓粉雖然民進黨質詢宛如氣球戳破秀 批評綠營議員不尊重市長發言 建議韓國瑜乾脆用英文背詢 韓粉好奇市長的背詢處女秀 糾團到議會走一遭 市長跟市議員之間的交鋒 也成了韓粉間瘋狂討論的話題 記者蔡商及杜音節高雄報導